花蓮市原住民产业文化观光协会 特别举办了原住民文化传承生活教育 即庆祝九九重阳节和公益防诈骗宣导的系列活动 而在会中特别提供了血压以及血糖测量 并且有原住民政令和防诈骗的宣导 活动的最后是在部落团队的传统文化展演活动当中 圆满的落幕了 庆祝九九重阳节以及防诈骗 花蓮市原住民产业文化观光协会 24日在明治国小举办原住民文化传承生活教育 即庆祝九九重阳节与公益防诈骗宣导系列活动 邀请部落团体为活动带来精彩表演揭开序幕 我们期盼用更多的一个国外的经验 还是我们其他地区的经验 能够让部落文化传承下去 那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到日本去做交流的部分 有看到山村文化将近400年的历史 每一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都把它当作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 那我们更希望在原住民的文化里面 可以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跳出来来捍卫自己的文化之外 也未来变成花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更成为一个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那我们也期盼年轻的朋友们除了捍卫自己的族群之外 也能够变成自己非常重要赖以为生的一个 等于说经济来源 所以我们不断的来推动各项的族群文化 那在今天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协办的单位 那警察单位也一起来做相关的反诈骗宣导 我们知道花脸前一阵子有很多柬埔寨的一个诈骗事件 有很多年轻人遭受到诈骗 那我们期盼这些诈骗事件 如果有相关的孩子们还有受到相关资讯的部分 也请部落族群们要立即的来制止 也要跟他们了解到这些有可能是一些陷阱的问题 在此也希望部落能够越来越好 会中提供血压及血糖粮测 让部落族人可以关切自身的健康 并有原住民政令以及防诈骗宣导 呼吁部落设施卫生的青少年或部落长辈提高自我防诈意识 也透过活动促进各部落社区人际的观摩交流 记者长方言华林诗报导